台湾有许多新住民 大部分的新住民都是来自东南亚国家 为了让小朋友更认识这些东南亚国家 明治科技大学他们就利用了暑假 开办了一起同游文化手作夏令营 新住民人口越来越多 但是大部分的民众对于他们的母国认识不多 明治科技大学特别开办免费的一起同游文化手作夏令营 以趋约课程来认识东南亚文化 去年办的这个活动是以桌游为主 让小朋友从游戏中可以去体验到我们的自然生态 还有文化这方面的结合 那今年的这个课程我们特别调整了 从手作这个课程来去让小朋友可以实际去体验跟操作 所以今年的反应其实很好 我们报名的状况就是很快就报名而满 然后就截止了 所以其实跟去年相较起来 发现其实在地的居民他们慢慢对于我们学校 现在正在做的这个课程还有我们推广的议题 有就是越来越接受度越来越高 然后小朋友他们也玩得很开心 除了动手做东南亚的特色料理之外 主办单位也规划了不少有趣的课程 让小朋友都留下深刻的印象 也对当地的文化有更多的认识 这哪一个课程最有印象 占领城堡因为他可以跑步 然后还可以跳然后占领别人的城堡很开心 玩波旗因为他可以动动脑而且让空脑很烧脑 也可以让数可以了解数学也可以有乐趣 适合一致游戏 我觉得最好玩的是找卡片的时候 因为大家可以一起活动一起动脑一起找卡片 然后就很有乐趣 自己动手做东南亚的特色点心以及饮料 品尝一下在台湾比较吃不到的味道 小朋友都觉得是个相当新鲜的体验 回去也能和家人一同分享 记者方箭海玲锦鱼新装采访报导